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Today is March 3 days. 今天我在這裡,黃盛頓大花府的最高樓,做一個關於台灣問題的法理,來龍去脈,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好,因為今天首先我要祝賀昨天是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今天可能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也就是我們說的是人大政協兩會,現在正在召開中。 我在這裡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大會預祝大會能夠取得圓滿成功,一年之際在於春馬。 而且2019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 這就是想起七十年前,1949年正在戰爭的國宮內戰的大反折,進入進攻和大撤退的階段。 也就是說,國共進入了決戰戰爭,在這個時間呢,就發起了平津戰役,還有淮海戰役, 還有這個四月份是渡江戰役,然後又是上海會戰,然後又 南京,解放南京,然後就著名的有一句話說,一江盛勇追窮寇,不可顧名學霸王啊。 那麼,這個內戰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啊,七十年了。 這個中國人,這個內戰打了有這麼久的年,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一個, 這麼一個,這麼一個,一個,一個,一場內戰,Civil War。 所以說呢,我們就來談談這個Civil War。 這個美國打了六年,打了,打了六年,就林肯打了六年,對不對? 這個作為一個史上的一個,很多,也是史上最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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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的一個戰爭的一個記錄。所以以後呢,在美國呢,再也沒有發生過內戰。 因為美國這個文化呢,和中國的文化不一樣。 美國雖然是有五十個州啊,但是有一個,大家衝著美國國旗,都有這麼一句話叫做, 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對吧? 就是說,美利堅合同國,就是我們今天講,我們每一個公民, 它是由每個公民,每個州來愛護的。 美國的法律是明文規定,每一個美國的公民,必須遵守美國的民主法治原則。 憲法是最高的民主。 那麼憲法,憲法是最高的民主,就是說,為什麼美國沒有那些, 就像那個,中國那個造反派也好啊,還有那個上街遊行啊, 還有那個,上街遊行有,但是沒有這種啊,像那個太陽花運動啊, 沒有,還有像那個,雪流成河呀,沒有這個,啊,乙武巨統啊,啊,啊,乙武來搞分裂啊。 這個現在,一直,從林肯以後呢,到現在,美國解決得非常好。 這個就是,我們來美國,就是首先第一刻,就是像林肯啊,在林肯紀念上, 他維護了美國的同意,啊,他挽救了聯邦。 這是很多人到華盛頓來啊,啊,所忽略的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林肯在那個,啊,在那個,啊, 那時候,發表了一個,啊,有關這個,這個,這個,三民主義的一個,一個演講。 叫民友,民想,民智。啊,民智。啊。 那麼,後來,孫中山把這個三民主義的精神帶到了中國。 也就是中國的文化,是深深地受到了美國的影響。 在這個影響當中呢,他,孫中山提出這個,中國是一盤散沙。 啊,散沙,就是搞了一個民族主義。啊,首先是民主主義。 然後呢,又搞民生主義。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其實美國呢,美國的社會主義呢,比中國的,現在的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 還有一個呢,就叫做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呢,孫中山就說呢,要讓六、四萬萬人民做皇帝。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什麼主權在民這個世界。 他那個理論,孫中山的理論呢,是在當時的背景下。 任何一個人,在分析裡面,都要考慮這個人的個性,這個人的歷史。 這個人在當時受到這個社會背景的條件所約束。 所以孫中山提出來的三民主義,只能在當時來講,已經算是比較先進的了。 所以毛澤東就提出來,要學習這個孫中山這個三民主義來救中國。 然後呢,可是呢,蔣介石也在講這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但是蔣介石呢,就是以消滅共產黨, 這個共產黨武裝。蔣介石就提出了黨國論。 就是一黨,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命運。 後來孫中,這個毛澤東就說出來,兩條道路,兩種命運。 這個是在抗戰結束的時候提出這麼一個分析,兩種不同的一個官。 1945年呢,這個國民政府召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 就像我們今天召集這個政治協商會議一樣。 這個協商呢,叫做《舊中國憲法》五十年。 那個時候就開始討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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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國共兩個黨啊,來共同起草這個政治,政治,這個,統合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呢,就是說要,要怎麼呢,要, 叫做,叫做,暫時的時候叫做五五憲章了。 後來呢,就叫做,就是,叫做四七憲,四七憲,四七憲法。 那叫什麼憲法?叫做,就是討論這個政治協商會議呢, 關於呢,關於呢,國家權力配置的問題。 啊,那麼這個時候就,孫中山,不是那個,那個,這個, 蒋介石呢,就提出了一個憲,叫做,這叫做,這叫做,這叫做, 這叫做,民,這個,憲政啊,這個,這個,這個,憲,憲政,憲政。 我可以把這個,這個條文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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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的民國憲法 就是非經全體國民大會的通過 不得修改領土主權固有領土不得更改 這個叫領土的一個完整性 現在台灣是國統綱領 就談到在國家統一前 國家統一前呢是兩個地區 一個是大陸地區 一個是台灣地區 那麼這個憲法 現在後來就有人提出來 和平統一說兩個地區 分成大陸地區和那個台灣地區 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這樣的地區觀點呢 實際上是一個 還是屬於一個戰爭狀態的觀點 是一個國統觀點在進行時 還沒有完成這個觀點 叫一國兩區 原來一國兩制呢 就是大陸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個憲法是個System 是法律的 這個具有法律前衛這個法律秩序的 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度 台灣可以參照中華民國憲法 在台灣的 這個實行這個70年這個憲法的制度 這叫做一國兩制 你憲法具有穩定性 一國兩制算什麼 是個地理概念 這個地理概念 這個是個台獨台概念 就是台灣是台灣 大陸是大陸 這是一個地區井水不犯河水 這是留下後患無情 不可以的 所以一國兩制就說明 國家沒有統一 另外呢 我們談到那個 蔡英文談 就現在台灣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搞錯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你是指的是國家呢 還是地區呢 他說這個地區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就掛上了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地區 這就成了一個 一個獨立的 主權獨立的這個國家了 所以說這也叫做 我們很多人呢 很多理論家 不失陸山正面目 所以在這個被這個 這個 就瞞天過海 這蔡英文這個這個瞞天過海 台灣人呢 當然願意這樣子打這個旗號 其實呢 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真正的來說 我們按照國際法 按照國家的法律來說 中華人民國國 中國是不是一個新國家 No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 這一點 毛澤東當時沒有搞清楚 共產黨也沒有徹底搞清楚 很多法學界的人士 很多法學界的人士 也沒有搞清楚 國民黨沒有搞清楚 大陸共產黨也沒有搞清楚 這都是這 與其昏昏的史極昭昭 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完成到現在 中國沒有完成統一 就是我們在理論上 在現代化的 在現代化的理論上 我們還功虧一切 我們以往的失敗 還有 統一的 和平統一這個 政策的失敗 就是因為我們的理論 法律的理論 準備的不夠 我們的基礎 法律不夠 法治的概念不夠 所以造成了 中國人民的 現在至今還沒有完成統一 所以這個東西是領導人有責任 我們人民也有責任 所以我今天就來講這個情況 就是把這個東西 掰開揉碎的講 我希望美國也沒有搞清楚 美國在 在整個的中美建交談判的過程當中 一直都在製造兩個中國 從50年一直在到 他先後提出了一個 兩個中國的論點 就像要把中國變成了南北朝鮮 東西得南北越 然後又提這個記者 新國家 用一個新國家的理論 就是共產黨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國民黨 這個台灣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實際上就是搞的 毛澤東說就是搞的 兩個中國的賊船 那麼 為什麼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呢 這是法律上 在聯合國註冊的 國家名稱叫做中華民國 1945年 共產黨的代表 10 蔣介石簽署了10個人的代表 去參加聯合國憲章的 執行大會 共產黨派的代表 原來是有周恩來 還有董必武 後來就去那個董必武 董必武呢 他說 我代表中國 董必武的 那個參加那個聯合國憲章 簽證儀是誰簽的呢 那個委任莊是誰簽的 蔣介石的委員長 所以說 共產黨應該承認中華民國 是不是這樣呢 是這樣的 雖然 但是有它的 不嚴密的地方 為什麼又有中華 承認呢 承認 既然你承認中華民國 你有法律的 你是口說的不算 有沒有法律的形式 有 1982年 憲法的序言當中就提出 1911年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滿清的 封建統治 建立了 中華民國 從此 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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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的第一個 共和國 成立了 但是 中國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並沒有完成 也就是說 在這個後來的執行者的當中 造成了國家的分裂 造成了國共的內戰 內戰的結果 是 共產黨 先輸後營 把蔣介石的這個800萬軍隊 打敗了 然後 蔣介石撤退到台灣 或者叫做 敗退到台灣 還有澎湖列島 這就成了一個隔海分製的一個狀況 但是還是屬於 就是屬於內戰的狀況 交戰狀態 我們要講啊 就將 從 從 從任何時候我們到 這個 國家 是一個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呢 首先 戰爭要有戰爭 戰爭的規律 戰爭的規律呢 就是你要 這場戰爭要結束的話 成立了 或者是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成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還是成立一個分裂的國家 有沒有分裂 沒有分裂 沒有 國民黨 在 就包括蔣介石時代 他 在1949年 那個 那個 毛澤東和中共這邊 成立 叫做人民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叫人民中國 這邊叫自由中國 這個就取了這麼一個 外號 但是國際上是怎麼樣來決定的呢 國際上是這樣子決定的 國際上第一 只能有一個中國 蔣介石是 在台灣 他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在一直到1971年 26屆聯大的時候 通過了 2758號決議 這個決議以後呢 就是大會的絕大多數 三分之二的那個通過 然後 其他壓大多數 通過了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唯一代表 中國的政府 代表什麼是中國呢 就是 中國就是聯合國 1945年的創始後援國 就是中華民國的 就是代表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蔣介石是不是代表中華民國呢 蔣介石從此不再 在國際法上 不再具有 代表中華民國的資格 國際法的定位就沒有了 所以 很多人會混淆的 以為蔣介石還在代表 這個中華民國 但是在法律上已經把它 就判處了死刑了 因為怎麼說的呢 驅逐 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 和其他所屬的一切組織中 把蔣介石的代表 驅逐出去 這個驅逐兩個字很不客氣了 比那個 還要更加嚴厲一些 還要更加準確一些 從此以後 台灣不再具有代表中華 台灣 蔣介石政府也好 後來的馬英九政府 李登輝政府 陳水扁政府 蔡英文總 絕對絕對不代表中華民國 他沒有資格再代表聯合國上的中華民國了 他只是 台灣的定位是 中華民國台灣省 他是一個省的定位 連State都不得 美國那個叫State 馬里蘭州叫State 羅德島也叫State 那個State的島 羅德島很小的 所以台灣就相當於羅德島 羅德島是怎麼一個情況呢 就像台灣現在的產值 還不過沒有超過深圳市 但是他一個所謂號稱的台灣省 這不如一個深圳市的產值 他有什麼資格來代表一個地區 或者說代表一個邦 或者代表一個美國State 怎麼能代表State呢 怎麼能夠有State和大陸這個 三十個省 二十九個省 來進行對對比的來平衡呢 任何一個省都比台灣省大 你就是這個叫做什麼呢 水波涼山就叫做 戰三圍亡 這種叫做 實際上 現在原來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土匪 實際上你戰三圍亡的這種做法就是土匪 我們再說得深一點 台灣最可悲的就是 從馬英九 李登輝 李登輝那個大法人 這個官叫什麼來的 那個杜什麼姐 他修改那個台灣那個 很多人 絕大很多人呢 是學習法律的 陳徐編也學法律的 李馬英九也是學法律的 都是很很 除了陳徐編是那個 台灣那個自己教的以外 其他都是在國外的留學的法律 連朱立倫都是學法律的 可是學法律的不懂法 是講歪罪和什麼念歪經啊 在這裡呢 稍微能夠念正一點的 就是馬英九還稍微正一點 馬英九的法律律師是誰啊 吳永卿 蘇永卿 但是我看了蘇永卿寫的東西啊 他說台灣是個法治國家 這一句話 就是不具備法律支持 台灣怎麼能是個法治國家呢 有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規定是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省 是中華民國憲法下的台灣省 那麼所謂的總統 那叫偉總統 那叫偉總統 那個跟 因為連參選總統 當選總統的人 他都不承認他是中國人 他能按照憲法來說 選舉選項 你不是美國人 你就沒有辦法選舉 選舉美國 去參選美國的總統 對不對 你在台灣選舉 他不承認他是中國人 他承認他是台灣省人 你選舉的只是省政府 我們把這張官李戴 這叫中國有個故事 叫指鹿為馬 對吧 這就是 就是 蔡英文拿這個路 讓所有的號令天下 你們看這個路就是馬 這個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一個國家 這個故事兩個道理 你是何此相似的男人 對吧 所以說 在這個 這個習近平呢 我們大陸這邊呢 也沒有完全找到這個 破綻 為什麼沒有找到破綻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 概念當中 一個法律的概念 在國際法上 要用國際法 大家都熟悉的國際法 把他理解 來解釋 2758號文件 這個就OK了 中國也好 台灣也好 所有的法律界的人 所有的關心台灣問題的人 都沒有一個人 來用這個2758號的決議 來解釋清楚 包括馬英九 蔡英文 陳水扁 包括大陸的這些 對台辦的統戰部的人 對台領導小組的人 我們雖然有這個法 但是把他作為素質高格 不用法律的問題 來解釋這個問題 這是十分悲哀 十分 糊塗的事情 古人說呀 奉法者強 則國強 奉法者弱 則國弱 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善不能以為正 你光靠你自己的善心 你釋出了這個 對台灣那個 這個優惠 利好的優惠政策 這個是不足以為正的 這個是孤心養姦的政策 所以和平和平統一 我們改革開放40年 喊了40年 結果是台灣是越來越多 沒有主張統一的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因為你在大陸的人 他不講法 所以台灣人 不願意服從大陸這個法律 他不願意服從大陸的 中華人民國國的統治 也不願意服從 國際法的統治 那他就是一個 他要拔著他自己的頭 要離開地球 這就是台灣這麼如此荒唐 如此荒謬絕人 但是當中的批判 批判的力度 非常軟弱 就是講的孔孟之道 什麼兩岸一家親啊 什麼骨肉 血濃於水啊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你是逼著他去講 讓他來進你這個套 不行的 法律的問題就是強制的東西 就要用法律的問題來講 你不能用那種人情來高於法 台灣沒有 所以說台灣人到了大陸 他有時候 有時候仗著這個大陸的優惠政策 有時候做一些坑門拐篇的事情 電信詐騙也好 包括買分頭的詐騙也好 我就是 綠地消遍嘛 我還想幫助台灣去扶持一下 投資一下他們的企業 結果 拿著一張紙 說這一個分頭 騙了我十萬塊錢 以我們這個 九四年 那十萬塊人民幣 那是多大的數字啊 我一個月 兩三千塊錢 那要多少 多少年才能夠 多少年多少月才能有十萬塊錢 一張紙 一張廢紙 一張是 弄虛作假的紙 白手套 騙了十萬塊錢 這樣的事情 大陸也有很多騙子 但是我就說台灣這個騙子 在大陸呢 這個 但是 我不理解的就是 就這樣的人 還要扶持他 這樣去做這個這個 扶持這樣的企業 啊 現在還在那 我去找那個臺 那個惠州市那個臺辦 臺辦呢 就找到惠陽縣的臺辦 這個 一推一個 一個推一個 這地方主義 地方保護主義 這地方保護主義 他要做這個政績來 結果 坑了老百姓 禍國洋民啊 啊 這就叫我們的法律支持不夠 你說 你說什麼 華為也好 那個那個 中心也好 什麼那個 但是真正來講 這些奸商也好 包括美國也好 他 占了我們的便宜的時候 他怎麼不說呢 坑了老百姓的時候怎麼不說呢 所以說 這個關鍵是 這個 就中國的法治觀念 法治的制度 法治的理解 不到位 我們在 在國內的時候 感覺 就感覺到這個 溫水旅 我們是溫水旅的青蛙 還感覺不到這個 法治的這個問題的認識 法治意識的嚴重性 台灣沒有法治 台灣所謂的法治 那是亂法 如果那個 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樣 文化大革命說有法治嗎 那毛澤東思想高一些 那有法治嗎 台灣這個這個民主是什麼 就是 民進黨說的 這個 一黨 這個 這個 台獨 就是黨綱 符合台獨 這個 符合這個台灣意識的 符合去 它就是法律 就是最高法律 所以 台灣的民主 有個 應該有一個標準 有個最高的原則 就像 那個 美國的那個 公民入籍考試的 第一道題 就是 美國民主的最高原則是憲法 台灣的最高民主 應該是憲法 就是你必須要 任何一個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任何一個台灣人 你不管是總統也好 你是老百姓 你必須服從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憲法就是一個國家 不可以分裂 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 不能夠你隔掉一塊 拋棄一塊 自己的戰三為旁 你不承認你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你不承認你就是中國人 你怎麼能夠當中華民國的 所謂的總統啊 那叫做掛羊頭賣狗肉 對不對 掩耳盜靈 漫天過海 自欺欺人 這樣子 我們成話展說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我們對法制的觀念 包括大陸人民和對台辦也好 什麼陸委會也好 這個台灣的學法律的人 我前幾時候我在那個那個那 我就直接跟那個馬英九和那個 叫做台灣大法官 所謂的大法官就是最高的法律 最高的全面 馬英九的法律顧問 蘇永清 我就約他 我們說來談 2758號決議 台灣到底是什麼定位 不敢 不敢應戰 不敢應戰呢 他就說我不屑一顧 對 我是不屑一顧 我是台灣人 對吧 我是台灣先生 我和我出生的時候 還沒有民進黨 對吧 但是那個時候台灣已經是 台灣光復了 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台灣省了 我父親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省 物資局 進口部的課堂 就是 就是因為二十八事件 日本人把台灣的所有物資 用那個貨幣戰爭的方法 多印鈔票 把那都買走了 捲走了 這種東西 實際上是日本人幹下的 二八事件 實際上最高的都是日本人 包括在鬧事的人 也是日本留下的後裔 我們當時 我媽媽就在 台灣的煙草專賣局 就在風口浪尖上 那個時候她就懷著我 我在我媽媽的肚子裡 那她是2月28號嘛 就2月28號 那時候我還在 我是6月28號生的 6月28日 你想想 6月到2月 這4個月 就是我還差4個月就生產了 這一倒算 就知道 我那時候已經在台灣了 還好啊 那不是台灣那個 民進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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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肚子給拋開了 把那個鐵拋開了 就把鐵拋開了 很多人幹這種事情嗎 還好啊 我媽會說廣東話 會說台灣話 對吧 我父親呢 這英語就講得好 所以說 免過這一節 這就是我們說 二二八事件 這不剛過 所以這個歷史呢 台灣這個二二八歷史 和這個東亂歷史 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這兩 我父親這一代人 他就是戰爭的一個 那個十萬年代 這當時就黃埔軍校的 黃埔軍校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坦克就是 開坦克開 後來那個 學坦克 開基督化學校嘛 這第五期的學年嘛 後來又到電緬公路上去 後來我父親就到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印度 印度那個奇特學校當教官了 羅斯福去世了之後 我父親在加爾格拉就 開著追悼會上 念著追悼詞 所以說我們 我們就是三代人 對 美國這個 這個感情啊 因為美國呢 對中國的這個 抗戰呢 是給予了支持的 我的外婆就是 夏威夷 夏威夷的華人 我的這個姨父 我就是 我 我媽的妹妹 這姨父叫李慧了 她就 她的 那個姨父叫張光直 是台灣那個 中央研究院的護院長 然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做的那些教授 她提出了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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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夏威夷的理論 同時也提出來 美國的 美國的先民 美國的老主宗 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是中國人 印第安人 是本來就是中國人 就 經過那個那個 中原 著陸中原以後 走這個 大洋這邊 走過來 然後呢 在一百多年 美國在修這個大洋鐵路的時候 也是招募的廣東人 就像招募的那個 黑人一樣的 把中國人 但是中國人這個地位呢 非常低 我們回顧這些歷史呢 就是中國人民 和美國人民 有 是 在這個這個 建設這個 美國的過程當中啊 同樣的都是美國的建設者 而且是很大 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和貢獻 只不過那個時候 國家弱 我們從事的那些勞動 比較低的 低的 這個 苦力 就像黑人一樣 我們是賣自己的血汗 那麼這個 在接著美國這個文明和民主的過程當中 這個中國人一直都不是缺席者 而現在 更需要 中美之間 進行合作 進行互相理解 就是我們 這個大國呢 雖然文化背景不同 我認為 美國這種文化是海盜文化 中國的文化是農耕文化 農耕文化 就是羊 培養的是牛馬豬羊 溫聯共俭讓的孔孟之道 而海盜文化就是培養的是狼和虎 就是強盜的邏輯 這個 這個是個文化的一個差別 為什麼中國下西洋的時候 正和下西洋的時候 那早了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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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年 1407年 正和下西洋 明朝的時候 大明朝的時候 那個時候 龐大的艦隊啊 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艦隊 要比美國現在的航空 四艘航空母艦還要龐大 幾萬人 坐著航海 但是中國當中的傳播文化 做到四艘之路 美國呢 這個 這個 就開展出來的 那是什麼 西班牙和這個這個這個 葡萄牙 還有英國 這樣的排隊 麥特倫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些 當時屬於的海盜性質的人 麥特倫什麼 去探險 然後去 去佔領 把這個成為一個殖民地 這 這個整個性質來講 是海盜性質 但是海盜性質的文化呢 包括那個五月花那些 就留下來很多 因為海盜 有海盜 有分章的原理 也有這個 海盜我搶的東西 我怎麼分配呀 我 我對那個印第安人 該怎麼樣 怎麼樣 殺呀 把他剝了人皮呀 怎麼做鞋呀 做什麼 這種就是海盜文化 我們今天就不談這個 比較血腥 嗯 但是最後呢 我們講呢 美國人應該摸著良心問一下 這個美國啊 誰是美國的建設者 和老主動 還有一個就是 誰是美國的這個這個這個 原始 這叫我們叫做 就是 原住民 我們今天一台 一說台灣就是原住民 原住民怎麼OK 上帝一樣 在美國的原住民呢 就成了奴隸 奴才 對吧 所以呢 這個是兩種文化的觀念 不一樣 我們今天就 再重點的講一下 二七五八號文件 現在 中國大陸也好 因為 為什麼把中國大陸逼到武統這個地步呢 第一個 第一個原因 我們兩岸內戰已經進行了七十年了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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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七十年內戰的 只有中國 只有現在 這個七十年沒有統一 說明什麼呢 這國家入 奉發者強 這國強 奉發者弱 這國強 他們當時是因為 中國幾次想要統一 沒有利益的 不是統一 第一個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所以說 中國大陸不具備渡海作戰的能力 又發生了朝鮮戰爭 美國又派出第七艦隊 這幾個 這是第一次 國家統一的機會 就喪失了 然後 又是 五幾年 五幾年之後 中國又搞了 內部又搞了 什麼大饑荒啊 三年自然災害啊 這個時候呢 那個還有 又搞了文化大革命 這個時候呢 把蔣介石到西方能夠三民主義 反攻大陸了 然後再號呢 就是 李登輝了 李登輝這個時候 搞這個 這個 搞這個台獨 也特 兩國論 這個兩國論的實質啊 就是 承認 就是實質啊 就是把台灣呢 變成中華民國 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中華人民國 變成一個新建立的國家 就排斥中華人民國 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一個 劃清界限 這個時候誰上當了 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上當 是毛澤東本來 毛澤東一個 一生最大的遺憾 就是說我改了國號 這個改國號 實際上他改國號 還不要緊 因為國際法上 國際法的原則上 中華人民國國 還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他是不是 國家的繼承 也不是一個 成立一個新國家 而是成立一個 新政府 新的中央政府 是取代 新的取代 蔣介石的 這個 這個中央政府 所以這樣的 275 國際 但是你單方面 你沒有國際承認不行啊 承認是法律文件 這個法律文件 從哪來 2758 所以 只有讀懂了2758個文件 拿起2758個文件來 才能夠解放台灣 才能夠談和平統一 才能夠談武統 為什麼 說李登輝提出兩國人是錯誤的 就是因為他沒有講清楚 他就迴避了 躲閃了2758個局 這個國際法 2758個文件是國際法則 誰不拿起2758號文件 誰不拿起2758號文件 所有的談武統和合統都是扯淡 包括 包括 蔡英文 馬英九 還有什麼 中國國民黨 還有 中國民進黨 包括 大陸的共產黨 或者統戰部的那個人 不談2758號文件 你談什麼和平統一 那就叫做 現在就應該叫終結了 法統 2758號文件 是法統台灣的 也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終結版 是決勝 自從2758號文件 自從2758號文件 就沒有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地位了 就沒有他的發言權了 他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的一個省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 那些 我們在網路上 打那摳水戰 什麼武統 乙武巨統 什麼 吃中國飯 那些都是 我們說話 一個叫做 說老百姓的話 叫扯淡 說 在法律上面前講 包括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台灣旅行法 都必須服從 聯合國2758號決議 三個聯合公報也好 幹什麼 都是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文件下 才有效 這個大帽子 大屋個頂 你沒有解決 其他的什麼 一中三線也好 其他的 那個中華民國主權 主權的公共享 主權分 那個 治權分立啊 沒有 國家的治權 中央政府 都在中央 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的這個手法 但是 法律授予你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它沒有這個執行能力 過去是因為 有主要的障礙是美國 主要是還是一個軍事的一個阻撓 但是 形勢比人強 對吧 現在 美國一個是示威 第二個 第二搞 我們現在大陸人的法制的觀念在提高 所以說呢 我就說 核統終結論 和平統一 中間 按照法律統一 現在已經統一了 法律是統一的 2758 是法律 本身是 國家沒有分裂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你主要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人大 政協 對這個法律 聯合國2758 理解的深度 理解的這個法制的觀念 不夠 所以我是今天一定要發表這個 這個 給這個發表這個言論 給這個 這個 兩會 做提案 我雖然是一個海外的一個華人 但是 我們 在聯合國這個國際法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 共產黨執政也好 你是 或者是國民黨人在台灣執政也好 在民進黨執政也好 都要服從27581 這就是 我們絕不能上兩個中國的賊船 我們現在 天天在搞這個兩個中國的賊 我們自己給自己 戴上木頭眼鏡 對吧 把自己的眼睛給蒙住了 就大不明白 一切昏昏使人糟糕 這就是中國人的悲哀 所以說 我決定了 我跟 我就把我這些理論 我和 我首先跟 白宮去講 因為白宮裡的 在很多 還有白宮裡的 川普來也好 還有那個 那個國會的裡頭 很多眾議員也好 參議員也好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支庫 就國際戰略支庫 這個 CSIS那個支庫 我都跟他們那個 格萊姨一樣 還有那個 那個妹妹什麼 我都跟他們都見過好幾次面 2007年我來美國的時候 我在那個馬里蘭大學那個參加的 反獨促統那個 全球華人那個反獨促統大會長 我就發了一個言 我在那時候就 美國之後呢 格萊姨就認識我 就是美國之後呢 格萊姨就認識我 我當時就提出來了 不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啊 不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不能夠用台灣 而是台灣不能夠用一國兩制 而要用同心同國 這個 我當時還沒提出來 我當時提出和平統一國 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法來 其實叫法統台灣 為什麼說不叫法統中國呢 法統的 因為這個中國 這個中國的這個代表權 已經位置已經確定了 台灣的問題是你收復的問題 你怎麼 不是光復的問題 是收復的問題 你用什麼去收復 你用嘴巴去收復 用美國去收復可以 你沒有收復通話 你是現在收復通話 你是現在收復通話 最可靠的方法 就是北平方式的收復方法 我的同學李毅 他提出那個北平方式 以和平統一的目的開始 以武統的終結 最後以和平的方式結束 這個是一個方法 解決這個剛舉目章 剛是什麼 剛就是2758號文件 木就是合統還是武統 是北平方式 還是用那個天津模式 還是用那個克羅米亞的模式 這個問題 是木的問題 不是剛的問題 這個治標和治本的不一樣 治本就是2758號國際法的決議 國際法高於中華民國憲法 高於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高於美國的國內法 要不然你美國不要2758號決議 那就不要聯合大大廈 把聯合大大廈搬到海南島來 我們在海南島給他重建一個聯合國大廈 我們把海南島建設的一定要比台灣好 海南這個自貿區 我在40年前建設了深圳 我們深圳的開放區 時間就是今天效益的生命 這是我們廠 我是第一家中華核資廠的副攤長 也是第一家和中華核資資本重組 建設副法國際廠的供應器材的 中方總經理的助理 所以說 我們在美國學習了 軟件的Computation IT技術 我們也學習了美國資本重組 管理思想的方法 資本重組和護理雙型的方法 正是因為我來到美國聯姻 感恩嘛 所以這個房子是我買的 這個房子是我買的 是用我在改革開放40年 所有的錢積積的下來 我買的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房號叫做1905 1905是什麼意思 1905年孫中山和中國文部教育家 那嚴富在倫敦見面的時候 他們說中國問題怎麼解決 孫中山說用三民主義的方法 革命的方法來解決 嚴富說要用教育的方法 因為這個中國人的很 這個沒有民主概念 要用教育他們 教化他們 產生民主思想 但是到現在這個中國的民主問題 沒解決 中國的民主還是沒有法治的民主 還是不講憲法不講法 台灣人你跟民主 所謂的民主燈塔 狗屁燈塔 連憲法的目的不要 要什麼 一個中國都不要 要什麼民主啊 所以說它是一個 人能造反 人無法無天的民主 非安呀 所以嚴富和孫中山都說對了 所以我這個房子我留下了 我死了以後 我留給我的使用錢 我就交給那個人 我看看西大 我跟西大商量一下 看看西大 有沒有人來願意在這裡建立 這個促進中美關係 我這個所有錢 如果要就要的話 這個房子產生 我的計劃先佛 我跟特朗普商量一下 看這個能不能給全國人大 中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 這個理事 法治文明 我們要用法治文明來促進美國 認識中國問題 我們要用法治文明來促進台灣問題 認識到自己 民主是走進了台灣的民主 是給自己的套在自己搏上的角鎖 自作孽不可活呀 所以說你是往窗口上碰了 灰塵不到照例不會自己 所以說武統 那是你這個是國家嘛 就是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這個 非和平手段來維護國家的統一嘛 整天講到 這個這個送香公之人 對吧 你講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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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叫富人之人 為什麼毛澤東說不能夠學向羽呢 要一將盛勇追求後 不可顧名學霸王呢 向羽死 就死在他 是個富人之人 他是一個 作為好像那個 斯大夫君子那個 講那個那個那個 孔孟之道那個君子 那是偽君子 所以中國在這裡 吃虧就吃虧在 法治問題剝落 我今天的話呢 講完了 我如果讓我寫出來呢 道理更深刻 所以說呢 有些道理呢 跟明白人講呢 很容易講得通 跟糊塗人講呢 講一十年 講一百年都講不通 你要跟這個 你要跟那個 蔡英文去講那個 他一百年他都跟你講不了 和平統一 所以我說法統是和平統一的終結 也是台獨和獨台的終結 絕唱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謝謝大家 可能大家覺得我呢 我這個心臟不太好 所以呢 有時候講到 講到 講到 講到高潮的時候 就稍微有點快 對吧 但是 我心裡是非常坦當的 這個道理就在這裡 對吧 謝謝大家 我這個希望 川普能看到 川普總統能看到我這個講話 我希望習近平和兩會 也能看到我這個講話 預祝 中美和談 取得圓滿成功 預祝兩會 中國人大政協兩會 取得圓滿成功 預祝我們早日解決台灣問題 再不解決台灣問題 就說明你不作為呀 這個道理都擺在桌面上了 你還不去解決 這 兵子孫子兵馬 素戰素決 素哉素哉 天下興盛 謝謝大家